带表弟去游乐园都能出事 熊孩子又挨了一顿胖揍 我和表弟经过友好协商 他终于同意了不去迪士尼 但是为了表扬他 我还是大方的带他去了一家游乐园 但是你猜游乐园什么人最多 没错就是熊孩子 这家游乐园在我家附近 虽然不是很大 但游乐项目还是很多的 我们这边小地方也没有通关票 所以每到一个项目都要排队等 尤其是我们现在等的这个丛林坐山车 都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了 本来大家都好好排队挺和谐的 可这时候突然有一个熊孩子 从后边硬是挤了过来 嘴里还念叨着 让一下让一下 我爸爸在前边 人们一看是个孩子 也都让他过去了 很快熊孩子挤到了我们这边 我刚想给他让 表弟一把拉住了我 不要让给他 他真是骗人了 我疑惑的看着表弟 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 嘿小老弟 你怎么说话呢 我怎么骗人了 呵呵你能骗过别人 可骗不过我 你是从上一趟过山车刚下来的吧 熊孩子一愣 你 你胡说 你哪只眼看见了 是啊 我们现在离队前面还很远 在这里根本看不到上一趟车 呵呵 你看你衣服上还挂着树枝呢 整个游乐场能接触到树枝的项目 只要从林过山车 只要从林过山车了吧 而且你的家长也根本没在前面 你这样骗人是为了先插队到前面 然后再给你的家长发消息 让他们与孩子在前面为理由 以同样的方式插队过来 我说的没错吧 熊孩子彻底愣住了 你你怎么知道我的计划 呵呵 小纳机 其实你要是插个队也就算了 但是这么多人都在等着 你刚下来就还想上去 这也太不要脸了吧 你算那根葱竟敢管老子 这么多人就显出你来了 快点给我让开 要不然我可就不客气了 呵呵 出去练练 小驼子 我看你是找死呢 小哥你在这里排队 我去给这小逼崽子补补课 行 你们好好说 别打架啊 干扰我 你也不撒抛药罩罩 自己几斤几两 告诉你 小爷我已经练了三年 跆拳道了 你现在乖乖认错 可三个想逃 我就饶了你 练那玩意有用吗 我现在要从你正前方出拳 你可见好了 说着 小表弟一脚刷处 猛攻向前 全就淡在了熊孩子面门 这次有多忙 同西下 天河右边 一船坐军楼 一船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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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啊 战斗几乎就在一瞬间就结束了 我们所有人都惊呆了 这时熊孩子爸爸也找了过来 一看他好大儿都快被揍成孙子了 把包一扔就往前冲 我见识不妙 赶紧跑过去拉住他 你给我站住 小孩子打闹 大人不能插手 不行 敢他妈打我儿子 老子今天废了他 呵呵 想打我弟弟 先过了我这关 卧槽 真不是我看不起你 你碰老子一下试试 别误会 我不会碰你 我是来劝架的 住手 别打了 你们别打了 哼 你看你 不是跟你说了 别打架吗 我没有打架 我都是打人 而且打的都是坏人 因为我们的愿望 是世界和平 么么么么么么 么么么么的 抱走吧小表弟 惩治熊孩子 就不能心思手软 小区里有熊孩子 是懂什么体验 如果你有过 下班憋详的经历 你就明白 我对熊孩子 有多深恶痛绝了 没错 我现在憋得很辛苦 已经不敢相信 任何一个屁了 好不容易坚持 到了电梯口 等了半天 电梯也不来 一直卡在八层 没错 我就住八层 可家门口就在眼前 我却上不去 没办法 我只能拜托肚子 再挺一挺 赶紧爬楼梯 到了八楼 原来是隔壁家的熊孩子 把电梯门挡住了 他正在电梯里 胡乱画着什么 我顾不上生气 解决那急要紧 但是没想到 无漏偏逢连夜雨 这是那个王八蛋 把老子锁眼给堵了 但是人一激动 大脑就容易不受控制 不知道哪条神经线 突然崩了 只听一声 扑哧扑哧扑扑扑扑 一股暖流 顿时温暖了我的大腿 我脏了 听到动静 熊孩子顶着恶臭 就跑了过来 卧槽 不就把你锁堵了吗 不用这么激动吧 我一听 立马火又起来了 他妈的 站电梯的是你 堵我锁眼的也是你 老子一是英明 全他妈回你手里了 熊孩子听了 还哈哈大笑 然后冲我做鬼脸 实在是太顽劣了 不行 还是先去22楼的二狗家 处理一下吧 于是我赶紧走进电梯 按下22楼 但我万万没想到 又他妈中招了 这电梯案件上 全是大鼻涕 抹得那叫一个均匀 可给我恶心坏了 原来他挡电梯门 就是在里边抹大鼻涕啊 这熊孩子挖的坑 全让我给踩了 我在二狗家喜香香 换了一身衣服 才下楼 回到家却看到 墙上多了好多鞋印 不用想肯定又是 那个熊孩子干的 他妈的 这熊孩子算是给我杠上了 正在这时 我找的开锁师傅到了 先生 是你被锁门外弃的 拉裤子了吗 卧槽 你是怎么知道的 哦 楼下有一个小朋友 见人就跟人说 八楼一个胖子 拉裤子里了 他妈的 可恶的熊孩子 死仇不报 我势不为人 既然你自己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 但这是我不方便出手 还是交给小表弟来做吧 于是我赶紧拨通了 表弟的电话 跟他诉说了我的屈辱 见我受了委屈 表弟火速赶来 看到墙上的鞋印子 也大概能感受到我的遭遇了 现在混得这么惨吗 对熊孩子 我不方便出手 行 我可以帮你复仇 但是你要给我一个限度 没有限度 自由发挥 反正你不满十四岁 你这不是拿我当枪使吗 事成之后 敌是你我包偿 我下手可重了 除了是我兜着 保你全身而退 这是熊孩子照片 当天下午 表弟就在楼下进行了不空 他拿着一个玩具车 在单元门口玩 熊孩子看到 果然被吸引了过来 表弟欲擒故纵 熊孩子越想玩 表弟越不给 最后熊孩子生气了 竟一把抢了过来 表弟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大喊一声 你还我玩具 然后一拳就锤在了熊孩子脸上 这熊孩子哪见过这阵仗 当场吓得使要横流 表弟这时候慢慢地走过来 抓起熊孩子的头 小子知道你得罪谁了吗 熊孩子哪还敢说话 哭得都快叉气了 告诉你本来想直接送你走的 但是看你还小 想再给你一次机会 记住了 以后离王金条远一点 不该说的不要乱说 要不然 下次我就没这么好说话了 小表弟办事 我是从来都不担心的 打这之后 我就再没见过熊孩子 因为他是真躲着我 打老远看见我 就吓得恨不能 直接跑坑端进去 事办好了 什么时候带我去迪士尼 那个过段时间吧 最近有点忙 你说什么 小偷入室盗窃 反被表弟误杀 前段时间 因为表叔地里的南瓜总是被偷 所以他们晚上要去瓜棚看着 家里只剩表弟一个人 留孩子单独在家 确实有点危险 但这也是没有办法 表弟倒也很欢乐 没人管他 自己玩得也挺好 别看他年纪小 但是胆子还是很大的 自己在家一点也不害怕 十点多 表弟玩累了 就去床上睡觉了 可没想到的是 一个小偷已经在表弟家踩好了点 准备今晚就翻墙进去洗劫一空 这个小偷一直在不远处观察着表弟家 大概夜里两点左右 心想人应该睡熟了 于是就悄悄地翻进了家里 他先在院子里找了一圈 院里有个墨盘 这好像也扛不动啊 还有辆拖拉机 可这家伙动静太大 他也不敢开 贼毕竟是贼 胆子还是很小的 这时他看见一只鸡 这只鸡很肥 应该养了有两年半了 贼不走空 先抓只鸡再说 于是他一把装进了兜里 然后就捏手捏脚地往屋里摸去 为了以防万一 他还拿出了随身携带的一把水果刀 但小偷这行的 一般都是身材比较瘦小的人 因为他们灵活 而且目标小 但是这也注定他们都是一些战武诈 万一失手 大嘴霸子呼的那是真头了 所以他们为方便脱身 一般都拿个家伙吓唬人 但是正因如此 入室盗窃往往就会演变成入室抢劫 这个小偷正在屋里翻着 其实他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但是表弟多警觉啊 睡觉时寒毛都是立着的 小偷一进屋他就醒了 但他并没有轻举妄动 越到这个时候就越应该沉着冷静 毕竟表弟再厉害 也不过是一个小学生 对面可是拿着尖刀的盗贼啊 实在太危险了 但是就让小偷白白的把家里财物盗走 这也不是表弟的性格 这可怎么办呢 小表弟想通知表叔回来 但是他又不敢打电话 只能给表叔发了个短信 然后又震了表叔几下 希望表叔能看到吧 小偷这边 此时他正在表叔房间里搬东西 已经收获颇风了 但是越这样 他这贼心就越不满足 贼没熟眼的又飘向了表弟的房间 表弟知道不能坐以待毙 大人就算回家也要有段时间 万一这小偷现在闯进自己屋里 发现家里就他们一孩子 那这孙子都得笑了 不行 必须要想办法 此时小偷已经向表弟房间摸去 急得表弟也出了一头冷汗 实在不行拼一下吧 万一能打过呢 表弟已经做好了随时应战的准备 可就在这时 他突然想到 好像屋里还有过年时剩下的鞭炮 过年放鞭炮是为了把年兽赶走 今天就让我用来赶小偷吧 表弟抽出一挂鞭炮 又慢慢拿起蚊香 引伸到了墙角 这时 门把手也缓缓地转动了 就是现在 表弟点燃鞭炮就向门口扔去 然后双手捂住了耳朵 正好在小偷进屋的一瞬间 燃烧的鞭炮 发出了震耳一龙的爆炸声 在本该静谧的深夜 这鞭炮的威力堪比炸雷 小偷一点防备没有 被突如其来的爆炸下的 屁滚尿流使尿横飞 大人打一下就卡死了 就那么呆呆地站在门口 好像实话了一样 不知道过了多久 鞭炮放完了 房间里都是烟雾 表弟本来想趁他不被先发之人 给他来个猴子偷逃的 但没想到他还没到跟前 这小偷就直直地倒了下去 哼都没哼一声 直接吓死了 那鸡 这么胆小还敢做贼 啥也不是 嘿 这时表叔也气喘吁吁地 赶回了家里 没想到表弟已经把贼人给制服了 赶紧打120吧 救人要紧 老爸刚才我摸了摸已经没有卖了 而且瞳孔放大 心窍流血 死得透透的了 确实经法医鉴定 死者死因是急性心机梗死 说白了就是被吓死的 真是多行主义避自闭 不过这小偷的家属可不这么想 他们竟然把表弟给告了 说表弟用恐怖手段危害他人生命 不但索赔50万 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这家人疯了吧 表弟才9岁啊 你们觉得表弟应该承担责任吗 如果你是法官 你会怎么判呢 评论区告诉我吧 我是王金桥 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 默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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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